韩国传输中东呼吸道症候群 也就是MERS的确诊病例 引起恐慌 台北市内湖区30号金泉 由医疗系统通报一名34岁的男性 有发烧及相关呼吸道症状 机关署31号上午召开 记者会宣布 经检验该个案MERS-CoV成阴性 已排除感染MERS-CoV 为B型流感解除警报 昨天晚上我们的同仁也 漏夜的来加班来做检验 在凌晨左右检验出来 证明是说 中东证明它这个病毒是阴性的 检验出B型流感 这大概应该可以满看的 满确定的就是说 它应该大概就是B型流感 另外根据南韩保健防疫当局 31号表示 韩国当地新增两名MERS-CoV患者 累计已达15例 而台湾目前并没有确诊的病例 目前MERS并没有进到台湾 尤其是这个MERS的个案 它必须要发烧之后 才会造成传染给别人 那台湾目前并没有任何这样的个案 由于中港台航班影响密切 机关署呼吁近日有出入境的旅客 一定要做好自主的管理 有任何发烧咳嗽等疑似症状 都可以立即拨打1922 共同防堵疫情 记者亚外五六台北市采访报道 还有